天然的上海 同學聲音卡住了嗎? 吃喉糖喝熱水並不會幫助聲音潤喉喔 長時間說話,嗓子很容易沙啞 咬字不清,節奏控制不當,說話沒有說服力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這堂課找到答案 我是林一柔,我是一位聲音表達優化師 創辦了集聲顧問有限公司 同時也是小大人表達學院的創辦人 我是全台唯一將古典音樂元素融入聲音表達教學的講師 從事聲音教學超過10年 每年授課場次超過200場,人數超過上千人 更獲得表達教育系統的專利認證 讓你透過聽聲音就讀懂人心 這次的課程綜合了我這10年來的教學經驗 為了讓每一位學員都有感蜕變 我會於課程中都給予不同的練習任務 也讓大家知道在生活中該如何運用 這堂課將包含三大重點 認識自我、發聲方法、聲音表情 首先我們會帶你認識自我的聲音特質 太快、太兇、太尖銳 該怎麼樣變好聽喔 再來學習正確的發聲技巧 將帶領你學習臉部的放鬆 校正我們的嘴型 聲音調的一揚頓挫 和說話的斷句與節奏 最後學習聲音表現的風格 透過四種強調法 連貫性、方向性、流暢性和延展性 還有最重要的日常對話應用 慣用的說話架構 使用漢堡架構法 麵包就是說話的開場與結尾 主食則是說話的內容主旨 蔬菜是解釋與舉例 醬料就是我們的說話口氣 我是林一柔 邀請你一起自信溝通 提升你的說話影響力